这头脚马妈妈太厉害了 屁股后面的小脚马就快要出生了 它还在悠闲的溜弯 后面的小脚马的脑袋和上半身已经弄了出来 但因为还没有完全从妈妈的肚子里挣脱 它只能跟随着妈妈移动 小脑袋左摇右摆地换动着 突然脚马妈妈的屁股一甩 即使小脚马就咕咕坠地了 刚出生的小脚马还很虚弱 身体在不停地抖动着 它身上还带着菜叶 头顶毛发乱糟糟地搭在额头上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小脚马的屁股觉得高高的 它很努力地想站起来 可它兮兮小腿好像随时都会折断一样 还没有迈开腿就又在了个跟头 不过小脚马没有放弃 脚马妈妈也不停地用头磨蹭 这是在给孩子加油打气 现在可是它最危险的时候 要是来头抱着 它就要彻底地玩犊子了 在脚马妈妈的鼓励下 耽误了几分钟后 小脚马还是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 准备跟随族群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 小脚马一生都在奔走中度过 在奔跑中求偶 在行走中分娩 小脚马一出生就要快速学会走路 不然的话就很难活下来 这就是弱肉强食残酷的大自然 勇者才能生存下去